最终把球队带到前四 每一个球员 每一个教练组 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困难 好多他不往来说 就跟以前周鹏 孩子有什么 要注意意外 他都不往来说 他打的其实是 场上是薄命 心里头是挺健的 都不容易 来比赛开始 首先获得球权 这是拥有内线优势的深圳 我们来看看两队 开场首先摆出 什么样的阵容和打法 先给内线 深圳那边打得清楚明白 这篮下 萨林杰是倒地 并不是常规的 抢篮板的一个情况 两人加持球人 深圳那边的防守方式 就是因为你亚当斯 最厉害的这个点 所以一旦形成挡拆掩护 我们两个人是去掐亚当斯的 这个阵容新疆队会打得比较快 亚当斯希望能够提速 因为你队里头有李木豪 这么大的个2米19 他的三号位 顾全也是2米以上大个 所以从速度上来讲 新疆队希望能够打得快一点 开场 深圳队打得非常明确 两次进攻都是打到禁区 第二次是造成了克兰白克的犯规 是用4号位来备打克兰白克 孟朵 再给二号 一幕豪勾手打进 执行策略清楚 执行有效 就是打进区 南防就上手了 一定要注意 在三分线以外 这个区域 你的防守的时候 要用驱赶 手不能够和对方做这样的接触 嗯 赌拆还是去掐持球人 尽头让亚当斯出球 还传呢 新疆队那可以徒狼呢 他是完全被放空了 今天看看阿卜杜达木怎么样 投两场我觉得还没有从地迷当中走出来 他完全可以进攻 就会得漂亮 篮板又抢到了 亚当斯投篮还是没有 深圳队防守不错 能够防住重点人 现在是 撒林杰用体重打到禁区 胜众队现在四分都是在禁区里得到的 他们有内向优势 好球 好球 李慕豪的封盖 李慕豪这球盯着奔天了 嗯 于德豪传给了顾全 顾全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三分投手 没有能够投中 但是撒林杰又拿到了 全部拉开 撒林杰转到篮下 二加一打中 这肯定是要二加一了 对于撒林杰来讲 这个太轻松了啊 太有力量 深圳队的七分全部来自于禁区 李慕豪防守还是挺扩得很大 嗯 李慕豪的移动速度好 造成对方一反对 新疆队现在 进攻上的效率不高啊 跑动少 是 因为这个亚当斯这个点现在被掐住了啊 跑动少都站着 站着船 站着接 那这肯定是要危险 继续打篮下 一打一 加击不加击 不加击 好 往底线转身 好球 短一点 前掌球 球权 还是深圳的 还是深圳的 到现在为止啊 深圳马可波罗没有在中远距离出过手 嗯 好 球球打篮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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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